Zither Harp 感恩老师感恩天地 感恩如临主持人 让孟子有这个机会 再来参加分享会 孟子在一年十个月前 由我的小朋友的爱情班老师 素如老师接引我来超忙 因为素如老师看到我每天都抽 没苦脸工作很忙 还好我有素如这个接引线 让我能到超忙这边学习 因为我都觉得我的人生 就是很平凡 都看着同学 同事带不便去哪里玩 带小朋友去哪里吃饭 可是这个是我比较不想去 愿意去花这个钱 因为一个女生进入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很多烦恼的开始 那有些是烦恼公婆 有些是烦恼先生 有些是烦恼小孩子 那孟子就是烦恼我的经济问题 因为公公这边他在我们婚前就是盖了一些盖了房子 那房子有了六百多万的贷房 那我先生有三个兄弟 他就是分给三个兄弟一个人两百多万 其实这个金额说真的不多也不少 那对公子来讲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的先生他的工作比较不稳定 常常换工作 我嫁给他17、80 这个时间他已经换得比这个数字的工作还多 其实这个有时候 人家听了都会笑说怎么有可能 其实这真的是在我的身上发生 可是我很感恩 我来到草玛 我很多的生活进改变的 我的先生他从两年班前 他的工作就不承换过 这个就是田地给我的乳务 这个乳务对一般的人不觉得怎样 有些人是二十几年度也要换工作 可是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恩惠 再来就是我的贷款 我们恒到几年度的四月份 刚好要换胆 你要换胆一次还有七十五万 那这个第二个礼物田地又给我的第二个田地的礼物 因为我的先生的大哥及小叔 的及弟弟他们的贷款已经还掉了 因为他们的工作比较稳定 而且赚的薪水比较高 可是我的大夫跟小叔非常的有兄弟的感情 很有情意他愿意他跟公子跟我的先生提议说 这七十五万他们两个兄弟要帮我们代访 那我真的是长这么大 还不可能不过兄弟愿意去还这笔那么多的钱 而且他们也是辛苦过来的 不是说他们身上有很多钱 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 再来我的 我因为这样子长期的忙碌 所以在五六年前就是有去王国那边卖法拉 那可能工作压力很大 再加上假日都比较没有休息 所以遗传到爸爸妈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在38岁就有需要吃高血压的药 那吃到现在五年了 可是我知道导师他导师跟TD还是愿意帮我 因为我在最近今年度陆陆续续觉得有一些头晕的倾向 那在跟医生咨询 那个医生卫教的跟我教导说 其实要可以慢慢的做一个减轻的动作 因为高血压是头是会涨 那我会晕就是代表药物是原本吃的药物过重过多 那今天早上我又去拿药 医生就跟我讲说我可以减到160克的四分之一 等于是40克 就是慢慢的可能就是在几个月就可以再减半 他叫我管场 那等于药物是慢慢的可以减轻 在听言说高血压的药其实是很少人可以去把这个慢性病的药去减少 或是不用止 可是我觉得在我身上发生 而且我真的在学习抄麻这段时间也没有再做其他的可能去运动 或是做其他的一些活动 所以也不太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去让我的血压减轻 这就是在学习抄麻这边有落实我们的呼吸法跟心法的一二三 还有我也每天把心得写上写上那个在读曲上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心得其实是一个经历自己去成长的一个功课 当我们写着写着就会不知道说今天该注意的事情 那这个严刑是不是有做一个调整 做一个修正 那以前那个盲撞的严刑现在都是会在心里面有一个 发出来的时候会在心里面有做一个沉淀 再把这个心意或是想法做一个婉转的转速 其实有时候内心是有一些话想要直接冲出来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有把心静下来 把心把话做一个沉淀出来的话 都是很很很好的语言 别人听的也是会有一些 就是给我们的回馈就是爱出爱返 那我昨天就是跟我先生说 我今天要来参加分享会 请他晚上再帮我准备一个小朋友吃 他也很乐意的去去帮我做这些原本我该做的事情 真的很感恩 那这一路走来 我的经济 就是有获得改善之后 我的今年度的薪水跟先生的薪水 也在我们的一些做一些 有一些成长就是有了10%的成长 其实这些成长对我们的薪水是非常非常有帮忙的 因为这个就让我跟我先生的领用前就 平常的领用前就有一些着落了 那很感恩 我们人生真的不用怕重来 最怕就是没有未来 那我们有福来倒钞嘛 就是要非常的珍惜 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能量场提升 把我们的数据库做一个调整之后 其实原本很辛苦的人生就是会慢慢慢慢的走到顺境这边来 在超马学习的这段时间 我自己原本有一些意念会有一些 我比较不会去乱说话 但是我有一些意念这一点就是很能改去做一个改善 那金游老师的在欧修课在跟我们做一些教会 教导我们方法 在我们的原本的心里面有一些杂质 教导我们要去用整理环境这个方法去把它做一个刷洗 那我尝试这个做法之后 我觉得我原本跟同事有一个心结 在将近七八年的心结在我 就是利用这个方法 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做一个调试之后 就会原谅他 那原谅他之后 自己的心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原本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每天看到这个同事就是 你会觉得很多的画面会出来 可是当我们有一些原谅人家的心 还有一些感恩的心 爱的心出来之后 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做法 不一样的行为 会有一些转变 这是老师在教导我们的 很棒的方法 我学到这些让我的生活尽有很好的感伤 很感恩 学习超马之前 人生是茫茫茫茫 这三个字 其实在我们老师的心格里面多了一个茫 茫撞的茫 这茫撞的言行真的是让我的人生是有一些不好的问题产生 所以我现在学习超马之后 我会锁住我的口业 锁住我的言行 在用实修实练之中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未来的人生 在转变与营造 还有反球租籍这边 我会录制在每天的生活境里面 我有时候遇到同事的抱怨 同事之间会互相抱怨 我都会选择跟他们建言说 我们就不要说或是转移话题 因为这个动作 你会让他原本不好的心情可以慢慢的有一个沉淀 那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所以在我们的 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里面 会让自己的心会越来越成长 那也相对的 我们也会影响到身边的生活周遭的同事或是家人 他们也会慢慢感染到我们的 有爱跟感恩的心之后 其实在言语之间都会有一些很正量的言语或是一个很感恩的心出来 那很感恩今天 公子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做一个学习 做一个分享 感恩大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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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